谁呀 嫂子 你在家呢 小妹来了 嫂子 这是我跟你妹夫 自己养的老母鸡下的蛋 都可好吃了 特意拿过来 给你跟我哥尝一尝 行 进来吧 嫂子 我今天是过来找我哥 想说点事儿呢 我哥 他在吗 你哥呀 出去办事儿去了 你在那儿坐一会儿吧 小妹 你来了 哥 你回来了 坐 家里都还好吧 都挺好的 好什么好呀 这么长时间不来了 来了呀 准没好事 小妹 你这次过来 是有什么事儿吗 哥 我 小妹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嘛 跟你哥我很吞吞吐吐的 来 把鞋先穿上 哥 钱坤 他前段时间不是包了个养鸡场吗 最近想扩大规模 所以又包了几块地 可是我们两个 这手头的钱还差点 所以这次过来 这事儿啊 那你跟钱坤 还差多少钱啊 差不多 差不多有十万 十万啊 这样 我刚结了八万的工程款 我先给你拿六万 我留两万 这样跟你嫂子也好有个交代 你看行不行 行 哥 但是你也别太为难 不为难 来 小妹 这六万呢 你先拿着 行 哥 那我跟钱坤回去 等养鸡场有收成了 我们就立马把这个钱还给你 没事儿 我不着急 你们慢慢用 行 哥 那我厂里头还有一堆事儿没干完呢 我就先走了 行 那你快去忙吧 路上慢点啊 小妹 你这是要走啊 小子 这钱坤还在厂里 等着我回去干活呢 我就先走了 要不吃完饭再走吧 我就不吃了 我还着急有事儿呢 我先走了 老公 樊樊怎么着急慌忙的就走了呀 他找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这不是凡凡跟钱坤两口子弄了个养殖场吗 这收益还挺好 这不是今年想扩大一下规模 再包几个养殖场吗 可是他们这手头啊 很差点 所以呢 过来想跟我借十万块钱 什么 十万 咱们前段时间不是刚结了工程款吗 所以我就把那个钱借给他了 那你把钱都借给他了 那倒是没有 我给了他六万 剩了两万 也够咱们日常的开销了 你可真能当家做主啊 这么大的事儿 你都不和我商量一下吗 我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再说了 我留了两万块钱 也够咱们日常开销了呀 我算是看出来了 小妹每次来借钱 都找你一个人借 合着把我当外人了呗 你看你这说的叫什么话呀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合着 好人全让你一个人当了 坏人 让我来做呗 老婆 我 我们可是夫妻 有什么事情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吗 一下子 就借出去六万块钱 这六万块钱 能是小数目吗 行了 你别说了 我是想 你给我闭嘴 你只借给他六万 剩下的四万 你让他去哪儿弄啊 啊 他是你的亲妹妹 也就是我的亲妹妹 为什么 你不给他凑够十万呢 这 我 我也不够啊 我就八万块钱 你不够 你没有 你可以和我说呀 我有 来 拿去 老婆 你这是 这是什么这样 赶紧去追吧 一会儿呀 人都走远了 好